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来不会给自己找麻烦 周婷从书房出来后继续坐回我身边 她一边陪着我看球赛 一边拿起了手机 呼的 她翘眉一簇 指尖在屏幕上点了几下 我用我那1.5的眼偷瞄到她回的事 知道了 哦猴 小公主今晚要夜不归宿 那我不就可以尽情撒欢了吗 我压下激动的心情 还故作体贴地给周婷倒了杯水 周婷没喝 而是直接粘人地窝在我怀里 眼睫卷翘 声音轻悦又带着点软 今晚我有个聚会 你要陪我一起去吗 而这你和其他兄弟的美妙夜晚 我就不明凑热闹了吧 整的我也是你们play里的一环一样 我心里吐槽着 嘴上却大方地回道 你去吧 我不太适应那种场合 在家等你就行 周婷抿着红唇安慰一声 也没抢求我 只是勾住我的脖子撒了半天娇后 才拎着香奶奶包包离开 留下满地心香 则 差点给哥们整激动了 不过他前脚一走 我后脚立马把几个机友约出来 直奔夜店一条街 机友打去 哟 你家富婆怎么舍得让你今晚出来了 我一边用眼睛猥琐地看着那位新来的女调酒师 一边回他 周婷今晚不在 我赶紧出来潇洒一把 机友乐了 但随即他说了一句话 我听说 你和周婷要订婚了呀 我攥着酒杯的手立马一紧 啊 我听说周婷最近在准备订婚的事宜 阵仗还不小 你小子竟然真拿下了这位金圈小公主 说出去得镇住多少人 吃软饭吃到这个境界 你不如开个班教教我们吧 我慢吞吞地把杯子里最后一口酒喝下 好伴上才回了机友一句 别说他们了 我他们现在也挺震惊的 机友还想再说什么事 我就故作没皮没脸地转移了话题 心思却逐渐恍惚起来 我和周婷签过一份合约协议 人前是两情相悦的恩爱男女朋友 帮她应付她那催婚的父母 和外面的其他普心男 然后 我是她家里的小白脸 可现在周婷却要结婚了 她要和谁结婚 那这份协议还算数吗 哥这每个月的一百万 不会就没了吧 我一时间头大如抖 心里乱得不得了 闷头喝了两杯酒后 我准备去蹦会儿抵解压 刚起身 就发现酒吧门口那里 有些骚动 我下意识地抬眼看去 就看到几个年轻女人走了进来 其中一个女人名谋好尺 波浪卷颊大红唇 前凸后翘 分外惹眼 同行的人都不自觉 簇拥着她 我靠 周婷怎么来这里了 她不是去和其他小白脸 深夜约会去了吗 许是我的目光过于突兀 周婷呼得抬眼 朝我这个方向看过来 我一震 立马缩在卡座里 大气不敢出 完了完了 我在她面前的人设是 体贴温柔的极品好男人 现在要是被她 看到我在酒吧里 烟酒都来 估计当场能用高跟鞋把我踢飞 瞅了眼正在舞池里封完的机友 我默默地揣上烟盒手机 准备随时往厕所窜 先躲躲再说吧 狗命重要 那群富婆肯定要去包厢喝酒 等他们都进去后 我再趁机溜走 可没想到 他们竟然直接在我旁边的大卡座 坐了下来 嘻嘻嘻嘻的 十分热闹 不少帅哥都看了过去 蠢蠢欲动地想搭讪 我缩在昏暗处 动都不敢动 只敢借着服务员给他们上酒的时候 通过看了眼 好巧不巧 周婷坐的位置正对我的卡座 她正侧头听着旁边的美女说着什么 表情娇俏美丽 时不时无嘴倾笑 我急忙又缩了回去 内心无限哀嚎 这可咋整 我现在一起身 就会被她看到啊 正当我想着 怎么找机会溜走时 隔壁卡座的聊天声也传了过来 婷婷 不喝酒吗 不喝 你们喝就行了 我懂我懂 姐夫她不让你喝知道还问 周婷笑隐隐地靠在那里 两条长腿膝又长 白得黄眼 你们玩 我给她打个电话 呦呦呦呦呦 在打去声里 我微微懵逼 哪个姐夫 我可没有不让她喝过酒吧 果然 周婷有了别的小白脸马德 老子头上竟然这么绿 正暗暗奋慨之际 我包里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在这片卡座里有点明显 造孽啊 谁他们现在给爹打电话 我内心哀嚎着 立马手忙脚乱地掏出手机 调成静音后才松了口气 结果看到来电显示 我如遭雷劈 周婷给我打电话干什么 不能接 也接不了 我只能哆哆嗦嗦地 等周婷自己挂了电话 这个点一般是我看球赛的点 周婷应该会理解的 果然 周婷便没再打过来 我劫后余生般地松了口气 偷摸探头 看见周婷正垂眼看着手机 红唇微都 是她思考时习惯的行为 顾不上思索她 在想什么 我趁着这个机会起身溜走时 身旁呼地传来一道陌生的害羞女声 帅哥 你喝多摔地上了吗 我扶起你起来吧 我缩在那里急忙摆了摆手 压低声音拒绝 不了不了 我自己可以的 谢谢美女 女人不依不饶 帅哥 你一个人不行吧 你看你 喝的脸都红了 劳资这是极红的 我不预理会这个新机女 只想着让她滚蛋 不然她这大嗓门 迟早把周婷吸引过来 于是便冷淡地看着她 不劳操心 这女的却不乐意 直接撒泼骂街 哎 我和你搭讪 是看得起你 装什么矜持 说着 她就俯身要来摸我胸肌 这耍流氓的举动 吸引了不少人看了过来 我简直都无语了 这时 普信男身后 传来周婷清冷的声音 你没听到 我男人让你滚吗 我一僵 随即生无可恋地闭上眼睛 玩独子了 整个进西北 乱成一锅粥了 周婷冷脸的时候 压迫感极强 简直就是方圆三公里 寸草不生 心机女性性地摸摸鼻子 便溜走了 她这一走 我就玩独子了 匆忙想解释什么时 周婷就只是居高临下地 腻了我一眼 接着 片头和旁边卡座上朋友们 说了句 有事后转身抬脚离开 我一经顾不上和基友说话 忙不迭地跟了上去 听着她高跟鞋哒哒的声音 我那叫一个后悔莫及 还不如在家看球赛呢 直到坐到车里 周婷都没理我 我慌乱地扯住安全待机好后 她一脚油门 就重重地踩下 给足了我推背感 我不敢巴巴 恨不得当场跪下 给她唱个征服 在线等 我该怎么安抚这位炸药桶 说我刚刚被夺射了 还是说我只是路过 她会不会生气地 直接踹了我 在我思考哄富婆三百招时 车停了 到家了 周婷下车 看都不看我 直接走人 显然还在气头上 我 周 周婷 我急忙下车跟上她 死皮赖脸地牵住她的手 抱着她的腰认错 毫无男人的尊严 错了错了 回家我就跪搓一板跪榴莲 以后你说东我绝不敢往西 哄了半天 这位小祖宗 捧着的翘脸 终于松动了几分 她转身勾住我的脖子 冷笑一声 既然你这么想出去看别的女人 今晚我就好好罚你 我 我为自己的腰 默默地上了炷香 兄弟 今晚加油 有时候我真的累到想报警 如果不是历史有记载 我都怀疑埃及金字塔 是我今晚连夜修起来的 没有根坏的地 只有累死的牛 我抱着枕头 默默地下单了两河圣堡 不一会儿 身后就躺下一个人 带着和我身上同样的水汽 和沐浴露香味 还有一股专属于女人的甜 我立马转身 想把周婷抱住 结果脑子里瞬间又想到了 酒吧里的尴尬场景 顿时就直挺挺地僵在那里 动也不适 不动也不适 脚趾头却迅速开弓 对着空气猛抠 许婉 你转过来呀 周婷娇软的声音 在我脑后响起 哦 好 我慢吞吞地侧过身 带着甜狗意味地看向周婷 生怕她来一个皮带沾点符 边打边消毒 原以为周婷的脸色 不会很好看 没想到 她却在笑隐的看着我 漂亮脸蛋 美得黄眼 腻着我的时候 跟个狐狸精一样 由奈而外 犯着辽薄人心的意味 看得我立马心神荡漾起来 她眼神莫名地 戳了戳我的胸肌 然后如往常般 缩进我怀里 身体软得不像话 睡觉吧 不跟我算账了 我不可置信地偷瞄着周婷 身体软得不像话 睡觉吧 不跟我算账了 我不可置信地偷瞄着周婷 睡不着的话 那你就继续干活 周婷合着眼 慢条思理地说了句话 我立马收回视线装尸体 但在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下 我还是小心翼翼地问了个问题 周婷 嗯 她不开心地应了一声 我从善如流地改口 宝宝 酒吧的是 你不生气吗 周婷只是抱着我的腰蹭了蹭 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你以为我是傻子呀 周婷这句话 差点把我的CPU干冒烟 啥意思 难道她早就知道 我不是那种温柔体贴的好男人性格 但她为什么没有拆穿我 难道既有之前说的是真的 这种富婆 就是喜欢这种类型的小白脸 那我以后是继续装还是不用装呢 哎 钱难挣 使难吃啊 这人设该怎么立 带着满心操旦之情 我还是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梦里再次回到了和周婷相遇的时候 相当的狗血玛丽苏 那时我还是个重点大学的苦逼大学生 靠着各种打工赚取学费生活费 偶然踩了狗屎运 我去富人别墅区给一位小学生当家教 中途口渴 在征得小学生同意后 我便去厨房倒杯水 路上看着那八位数的古董画作 留下了仇富的口水 这要是卖了 能有多少妹妹来找我呀 不行不行 刚卖了 我就得去采缝纫机了 摇头晃脑之际 我碰到了周婷 她端着的杯子 姿态婀娜地站在那里 侧脸好看得不像画 就跟画里走出来的一样 听到我的脚步声 她转头用那双勾人心魄的眼睛看向我 我弟弟的家教老师 我慌乱地吸溜回快要流出来的哈喇子 盲目蝶点头 是的小姐 她只是淡淡地摁了一声 便垂下了眸子 高冷不已 我兴兴地倒了杯水 没敢再说话 等我给小学生弟弟补完课 准备去别墅区外打车回学校时 一辆豪车在我身旁停下 我萌萌的视线 跌入了驾驶座周婷的漂亮眸子里 徐老师 我送你 我看着他那张美丽的脸 鬼使神差地答应了 之后的每次补课 周婷都会在家 然后再礼貌地送我回学校 久而久之 我都感觉周婷是不是有点大病了 闲得没事干老事 送我干嘛 当然我心里还是有点数的 很自然地把这种富婆 看上我的这个选择排除在外 毕竟自知之明 一直是我这个屌丝 最优良的传统美德 直到那天 他送我回宿舍的路上 不小心碰到了那些催债的 那是我爸过世前的债主 天天叫嚣着负债子长 我虽然没心没肺 但着实不想让周婷 看到我这么难堪的一面 便信信地让他先离开 毕竟我一个男人 也是有尊严的 乃至周婷却对着那群二流子 挑了挑下巴 眼神高贵冷艳 来找徐婉讨债的 哟 美女 你能替她还钱 不能的话 你自己陪我们也行 听着这些猥琐的笑 我沉了脸 匆忙推了推周婷让她走 却被周婷牵住了手 她的手又小又软 像棉花糖 多少钱 找给她还了 那晚周婷淡定地 帮我还了大几十万的债务 在我还没反应过来时 那群二流子 有些可惜地走了 我神情复杂地看着周婷 谢谢周小姐 我会还你的 而周婷松开我的手 诗诗然说了句 许婉 这几十万就不用还了 当然我不白帮你 我需要你做我男朋友 正好我妈老是催婚 让我和一个猪头脸婴 有你的话 她就不着急了 我嘴唇动了动 最后还是点头答应了 但咱虽然穷 尊严不能丢 我坚持要还这笔钱 周婷也没说什么 直接拿给我一份 情侣合约 我打开一看 徐婉先生还钱期间 与周婷小姐的情侣关系 不能随便解除 不能影响男女朋友的一切交往 我此时正为自己失去的尊严痛哭 没好意思再多看 直接埋头签了 从此开始了小白脸的生涯 之后我打工给她还钱 周婷收到是收了 但却每个月转手给我一百万 美其名约 零花钱 还说我作为她的男人 需要撑其长面 于是靠着这钱 我从莆田常客 一跃成为了财务自由的有钱人 同时我也隐藏起了 那些不该有的小心思 和逗逼的性格 乖乖地做着这位小公主的假男朋友 帮她应付着父母的催婚 帮她挡着外面扑过来的蒲信男 不予举 温柔 体贴 一做就是五年 我有时候甚至真的以为 我是周婷深爱的真男朋友 酒吧事件后 周婷和我的相处模式没什么变化 但是我却感觉她 因有些更粘人起来 平时很少带我去酒吧夜店那些地方 可后来只要有聚会 便光明正大的带着我去 表面高贵冷艳 桌子下却一直摸着我的腹肌 轻挑又轻易 深夜熬夜数量 呈指数型上升 搞得我差点想网购 一打甚饱 富婆太勾人 我忍不住啊 兄弟们 周婷这种种异常的举动 弄得我一脸懵逼 她不是要订婚了吗 怎么还是天天和我黏在一起 那位真未婚夫 头上都这么绿了 竟然还这么能忍 我抱着枕头 百思不得其解 等周婷躺下和我思摸之际 她突然声音轻软地 和我说了事 老公 下个月陪我去海岛玩 我的小姐妹们都去 我 啊 周婷嘟嘴 怎么 不想去 我注意到她语气里那不开心的情绪 以为她生气了 赶紧点头 想去想去 我随时有时间 嗯 去了好好玩就行呀 我以为就是一次和那群富婆一起的普通集体度假 便没在意 讨乖般地亲了亲周婷 我就抱着她累积睡了过去 只是睡梦中 总感觉有人在妈撒我的手指 痒痒地 痒得我嘟囔了一声 又把身边人拦紧了一点 怕她着凉 然后就被人轻轻地亲了一口 就在我开始慢吞吞整理着行李准备前往海岛度假时 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某天我在餐厅等周婷来吃饭 一个男人分外高傲地坐到了我面前 手腕的表差点闪花我的眼 正困得打哈欠的我懵逼了 这哥们是谁 走错地儿了吧 只见这男的轻蔑地打量了我几眼后 嘴角一撇 徐婉先生是吗 我是周婷的未婚夫 今天我想和你谈谈我一阵 周婷的未婚夫 要和我谈什么 男人不屑一笑 很简单 离开周婷 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支票你随便填 房子你随便挑 只要你懂事点离开 之前的事情我不会介意 我啪地一下把手里的杯子放下 悠悠叹了口气 谁懂啊 兄弟们 我为了这激动人心的一天 等候了多久 支票兑现的流程 简直都要倒背如流了 终于才来了这位财神爷 于是胡 我立马扬起一个谄媚殷勤的笑容 哥 真的随便填随便选吗 啊 男人被我这突然的变脸弄懵了 但还是很快地反应过来 嗤之以鼻 当然 我一喜 那我依赖你想干什么 一道冷冷的女生在桌前缓缓响起 让我直接僵住了 我真服了 为什么我每次做点什么坏事 都能被周婷瞬间抓到 精准程度 堪比在我身上装了GPS定位 生死时刻 求生欲立刻上线 我立马口风一改 坚定正义地看向那男人 那我也不会心动的 我死都不会离开周婷 你不用再来找我了 我不是这样虚伪的男人 我爱周婷 他是我的神 他是我的此生挚爱 男人被我这不要脸的话弄懵逼了 妥妥地小刀拉屁股 开了眼了 我随机讨乖地看向周婷 身后要是有根尾巴 我估计都要摇成螺旋桨了 狗腿子风范 表露无疑 周婷逆着我 似笑非笑地挑了挑翘眉 分不清喜怒 接着 他当着那男人的面 捏了捏我的脸 一会儿和你算账 然后扭头冷冷地看向对面 已经傻眼的男人 王先生 你说我未婚夫这事 我本人知道吗 周婷 我们的父母 不是已经谈好了吗 梦里谈的 周婷嘲讽地轻笑一声 哎 所以 他和这个男人订婚是假的 但周婷把神游天外的我 拉起来后 又时时然撂下一句 真这么期待我的订婚宴 我下个月就会邀请你的 我虎去一阵 原来他的未婚夫真的存在 只是 另有其人 这个可能性让我的心里一直沉沉的 像是没有酿好的葡萄酒 回甘不够 泛着色酸 但我也不敢表露出来 还是乖巧地跟在周婷身边 没想到周婷不满意了 上车后 他没急着开车 而是本着脸问了我一句 许婉 刚刚他说的话 你就没什么想问我的 我脑袋里白转千回 嘴上却只怂怂地问了一句 宝宝 我们不继续吃饭了吗 周婷 周婷乐了 他似乎是被我气笑了 笑意不达眼底 尽是无奈 你天天除了吃就是睡吗 别人来找你示威 你就不知道打脸回去 你一个男人怕什么 我这不是怕给你惹麻烦啊 宝贝 笨我干笑两声 乖乖地凑过去 亲她 周婷没躲 就是勾着我脖子的力道重得很 快要把我勒断 其实我知道她在等我问什么 但是我不敢问 我怕问出来的结果 是个悲剧 尤其距离她订婚 怎么还得一个月 我起码还能拿一百万 要是这个时候摊牌 我可就拿不到了 谁会和钱过不去呢 我悠悠地叹了口气 为自己的迟疑 找了一个完美的借口 之后等着去度假的这段时间 周婷可能记仇了 她看我每天着实是无所事事 每天除了睡就是吃 所以相当冷酷无情地 给我下达了一个命令 让我每天中午做好饭 给她送去 做一个合格的家庭主夫 我懵逼 颤颤巍巍地问 我做的饭 猪看了都想死啊 周婷一边涂口红 一边凉凉腻了我一眼 那就学 只要你做出来 不管做成什么样 我都吃 我只好一言难尽地点点头 实在没看出来 这位小公主 原来还是个斗案 行 那就做 毕竟我可是听话的小白脸 只是在临走前 周婷语气莫名地 又对我说了个事 过几天 有个家庭宴会 需要你陪我出席 一会有人来量一下你的尺码做衣服 我点点头 为了让富婆满意 我量完尺码后 就翻出菜谱开始学习 把厨房快闸了的时候 终于做好了 我喜滋滋地拎着那坨大便 窜去了周婷的公司 作为首富唯一的小公主 她爹自然给了 开了一个大公司 坐落于最繁华的地段 寸土寸金 让我眼红不已 我要是有这么个爹 这辈子都不用走弯路 公司前台看到我 立马恭敬地 把我请进总裁专用电梯 不吹 让我瞬间有了几分 资本加班的膨胀感 啥时候 我也能走上这样的人生巅峰就好了 我慢吞吞地出了电梯后 发现周婷不在 秘书说她去开会了 让我在她办公室等等 我便一个人默默地 在小沙发上玩了会游戏 我只有在刚成为周婷 假男朋友的时候 来过一次 但是有些职员眼里的打量和探究意味 让我很是尴尬和无措 周婷倒也好脾气 便没再强求我来 很好地维护了我男人的自尊 但是她今天干嘛 又突然抽风让我送饭 唉 女人心 还抵真啊 等了半天 着实无聊 我就狗狗碎碎地观察着周婷办公室里的摆设 六位数的办公桌 五位数的沙发 性冷淡的装修风 我没忍住 还探头往她办公桌上看了一眼 电脑 一达文件 水杯 一个精致的相框 我的视线末地一致 等等 那个相框里 好像是我和周婷的合影 我看着这个照片 懵逼了 照片里 我和周婷都比现在年轻几岁 她乖巧地依靠在我怀里 笑意云云 我表情有些紧张 胳膊紧揽着她 当时她估计是喝了点酒 那张漂亮脸更是惹眼 眉眼如画 心情极好 这个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来着 我想起来了 好像是周婷的某个小姐妹过生日时 周婷带我去参加生日会 那会儿我刚答应做她的假男友不久 也是第一次去见到她的朋友 然后就被一群人起哄叫姐夫 后来还迷迷糊糊地拍了一堆照片 我记得 后来我斗胆问周婷要这张照片 周婷当时是怎么回我的来着 她顿了下后 随口回道 他们没给我 我也没好意思向那群妇谱要 后来就忘了 现在这张照片 却出现在了周婷的办公桌上 甚至还有一点点泛黄 我没忍住摸了摸 心里直嘀咕 周婷这是什么意思 把和我这个小白脸的合影 放到明面上 不怕她未婚夫看到和我打架吗 可心里随之 却悄悄生起一个念头 周婷 是不是对我有点不一样呢 我绞尽脑汁也想不明白 昨晚被迫熬夜的困帆涌上来 我打了个哈欠 便摊在周婷办公室的小沙发上睡着了 我185的太高个 小沙发让我睡得有些不舒服 睡眼朦胧间 我听到办公室门打开了 刚刚给我送水的秘书 正利索的汇报着什么 我迷迷呼呼地动了下 睡意渐退 应该是周婷回来了 我刚想不好意思地睁眼时 就听到周婷刻意降低的声音 和翻文件的声音 我前两天去订做的求婚戒指 你去催一下进度 还有礼服尺寸 今天也抱过去了 好的 周总 海岛上订婚宴也订一下 求婚完的第二天 我就订婚 是 秘书恭敬地硬着 我窝在沙发里 刚要睁开的眼 又紧紧地闭上了 周婷 原来这么喜欢那个男人 喜欢到 迫不及待地求完婚 就直接订婚 老子他们的好羡慕 前往海岛度假之前 周婷很是忙碌了几天 早出晚归的 但眉眼间是藏不住的喜意 我看着正在阳台 背着我打电话的周婷 默默地垂下头 还有两天就要去度假了 其实我早就猜出来 他可能要在这次度假时 和某个男人订婚 他这么好的女人 怎么这么恋爱脑啊 那个男人肯定没我好 不值得他这么委屈求全 哎算了 这都不是我这个小白脸 该考虑的事 于是我开始思考 我到时候该如何不尴尬地 在订婚宴上干饭 可这个问题实在是太抓马了 我想了几天都没想出来 最后捏捏地跟着周婷 去乘坐他们这群 富婆的私人飞机 结果刚和那群富婆见面 一个美女异常兴奋地 朝周婷扑了过来 嘴里油腻地大喊着 老婆那一瞬 怎么形容呢 我觉得我发现了周婷的秘密 内心无限操蛋 不会吧 不会吧 之前发消息 约周婷开房的人 竟然是个女人 所以周婷才要找我来 假扮她男友 以掩人耳目 这个发现让我直呼卧槽 你们这群诡计多端的女童 就在我瞠目结舌之际 周婷不耐烦地 拨开了这个美女 万分嫌弃 你少恶心 呸你们这群诡计多端的女童 就在我瞠目结舌之际 周婷不耐烦地拨开了这个美女 万分嫌弃 你少恶心 呸那美女也不气 立马又笑呵呵地凑过来 婷婷 每次我拿你打去 你的反应都太好笑了 上次给你发消息 喊你老婆 你竟然忍了 你好烦 那是我懒得搭理你 好吧 周婷不耐烦地白了她一眼 但是却并没有多挠 显得很是熟人 嘎 我又懵逼了 打去 所以她不是女童 这时 周婷侧头腻了我一眼 只一眼 她就眉心微醋 接着四笑非笑 徐婉 你的表情为什么这么怪异 不会真的以为 她刚刚是认真的吧 我缩着脖子 跟着面无表情的周婷上 私人飞机 那位开朗美女 察觉到不对劲 疯狂解释着 姐夫 我刚刚开玩笑的 我是婷婷的闺蜜 小萌 最近刚回国 平时就爱开玩笑 你可别误会啊 我小心翼翼地 撇了眼脸 都要黑成锅底的周婷 点头如捣蒜 我懂我懂 小萌才松了口气 姐夫 你原谅我就好 不然过两天 你俩的定一你话很多 一旁的周婷 呼得抬手捂住小萌的嘴 直接打断了小凯说话 小萌懵逼地 看了眼周婷后 突然笑得更贼 我懂我懂 嘿嘿 说完就溜去找那些富二代 继续玩了 我一头雾水 但来不及细细思索 我赶紧去哄周婷 这位小公主 刚刚我那震惊眼神 肯定让她不开心了 这都要白白了 总不能以吵架结尾吧 怎么也得好好道个别 毕竟我喜欢她 从在她家厨房 见到她的第一眼 我这个就对她一见钟情 所以后来被包养 我也没有抗拒 我也曾幻想 如小说里那般 来个假男友 成真爱的美好结局 但是现在看来 是我多想了 我一个穷小子 有什么资格 门不当户不对的 我心里酸酸的 罕见地带着胆子 牵住了周婷的手 带着隐秘的心思 带着不会成真的奢望 周婷刚刚还不渝的神情 柔了下来 眉眼温柔好看 她无奈地亲了亲我 徐婉 你是笨蛋吧 她的语气浅全地 让我更难过了 对呀 我是偷偷喜欢上你的笨蛋 到了海岛 周婷忙得不见影子 我也没字找没趣 自己闷闷地待在酒店里 心情低落得可以 甚至想开两瓶酒壮壮胆 到时候周婷求婚的时候 我就去抢婚 然后当中宣称 这是我女人 我老婆 可我也只是想想 某天晚上 我左等右等都不见周婷 在酒店的落地窗瞅了一眼 我看到沙滩上 似乎有人要举行什么浪漫的仪式 要 好像是要求婚啊 最近的人 是扎堆来海岛求爱吗 这时 手机响了 周婷给我发了个消息 许晚来沙滩这里 我有些迷茫 但还是听话地下了楼 往沙滩那里大步走去 也不知道 今天撞了什么桃花运 一路上有十几个大美女 给我递玫瑰 她们笑得善意 笑得鱷鱼 我起初迷惑 我知道自己帅 但是没想到 一晚上有这么多美女搭讪啊 但随即 心跳渐渐地 缓缓地加快 因为这好像是 有人故意安排的 像是有什么惊喜一般 电光石火间 我脑子里冒出一个离谱的念头 离谱到我甚至不敢想第二次 我恍恍惚惚地来到沙滩 发现周婷正站在我刚刚从落地窗看到的浪漫场地里 穿着漂亮的裙子 美丽的不可放物 周围皆是她的好友闺蜜们 这时 一直注视着我的周婷朝我招了招手 就跟招小狗一样 她说 晚哥 过来我抿了抿唇 快步走了过去 宝宝一一周婷却打断了我 她声音轻柔 眸光闪烁 许晚 我想你已经猜到了 从我在我家厨房 对你一见钟情起 我们认识五年 也在一起五年了 今后的几十年 我也想陪着你 所以是时候转变我们的身份了 在我懵逼的目光里 她把一枚十克拉的大钻戒 塞进我手里 直接晃瞎了我的狗眼 接着 她说 许晚 向我求婚吧 我傻了 我彻底懵了 就好像有一颗原子弹 直接轰到了我头顶 让我耳鸣眼花 脑袋冲血到炸起了烟花 周婷在 让我向她求婚 她想嫁的人 真的是我 心跳骤快 看着周婷那认真紧张的眼神 和旁人兴奋的起哄声 我好伴上 才反应过来 气弱油丝的开口感叹了一句 这年头 小白脸转正的故事 还真能发生在我身上啊 这话一出 附近区域突然死一般的寂静 我眼可见的 周婷的表情 从气带到懵逼 再到凌乱 再到气呼呼 速度之快 宛如做了火箭 最后 她玩耳一笑 气笑的 她直接揪住我耳朵 金丝雀又是什么故事 我急忙解释 咱俩之前不就是那种关系吗 还和我签了合约 现在我求婚成功了 我这就是小白脸上位啊 周婷深吸一口气 似乎在强压着 要用高跟鞋踹我的冲动 我察觉到不对 试探般的问道 难道不是吗 周婷起身 毫不犹豫的 把那大钻戒 套在了自己的手指上 她无奈的笑着 你的胡思乱想 永远能让我猝不及防 我从来没把你当什么小白脸 和你交往的第一天起 我就把你当做我的男朋友 而且我从头到尾 也没说包养或者假男朋友 这几个字吧 那份合约是为了维护你的尊严 主要目的是 不让那份不重要的债务 影响我们的关系 周婷虽然生气黑脸 但还是说得很清楚 我的眼睛不可置信地睁了睁 原来我不敢表露喜欢 她却一直把我当男朋友 在旁人暴笑如雷的声音里 我直接把她抱住 想来一个法师热吻 她却用手指堵住我的嘴 笑意莫名 不过既然你喜欢这种关系 那我们就试试 我一惊 腰隐隐作痛 宝宝 你听我给你狡辩 我不听 不过看你表现哦 表现好我就原谅你 我立马满心欢喜地倾注了她 原来一切都有迹可循 周婷这么高贵冷艳的人 曾主动送我回家 为我还债 她办公桌上的合照 她偷偷背着我打电话 准备求婚 她故作淡定 邀请我来海岛度假 她知道我内心的浪荡 却笑着包容 我笑嘻嘻地蹭着周婷 无限满足 宝贝 我要偷偷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事啊 其实当年在你家厨房里 我也对你怦然心动 画壁 周婷漂亮的眼里 炸开了绚丽的烟花 漂亮不已 周婷翻外 我曾无数次地回想 和徐婉第一次见面的场景 是在我家的厨房 彼时的我因为公司连轴转的工作 疲乏不已 还要想着这么拒绝 我妈给我安排的联姻 接着便听到身后 传来一阵陌生的脚步声 接着一道清朗低沉的男声响起 哎 我要是把这幅画带走卖了 是不是马上就得进去采缝纫机了 我 我一口水拆脸枪住 连起心里好笑的情绪后 我悠悠抬眼看去 就发现一个帅气高大的男生站在那里 他身高腿长 洗到泛白的短袖上 隐隐称出好看流畅的肌肉线条 而在看到我的一瞬间 他很明显懵了下 联想到我妈前两天随口提的 要给我弟找家教的事情 我随口问了句 我弟弟的家教老师 是的小姐 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点头 手紧张地攥住了一摆 像之做错事后 被抓包的大狗 我硬了声 垂下毛子 遮住了眼里的笑意 嘖 长得挺帅的 性格倒是老实却有趣 有趣到 我竟然有闲心 想和他认识认识 缓解心中愁闷 然后 我就主动送他回学校 一送就是很多次 他真的像只狗 一只流浪狗 明明总是偷偷看我 却不敢靠近我 时不时进出一些惊世骇俗的语录后 又紧张地掩饰 某次为了送他 我又放了闺蜜的鸽子 闺蜜和我打电话时震惊地问我 婷婷 最近忙什么呢 怎么小姐妹的聚会都不来了 忙着送我弟的家教老师 你怎么这么有闲心 不会看上人家男老师了吧 我看着那道正快步走来的高大身影 悠悠说了一句 应该吧 我应该喜欢上了他 所以 在他被人堵住要债时 我直接帮他还了钱 他搭拉着脑袋 闷声说 会还我钱 我心一动 没忍住把心里话说了出来 许婉 这几十万就不用还了 当然 我不白帮你 我需要你做我男朋友 正好我妈老是让我和一个猪头脸姻 有你的话 他就放弃了 毕竟他这么帅这么优秀 我妈看了这个女婿 肯定也喜欢的不得了 他一正 答应了 但还坚持要还我钱 我为了保护他的尊严 随便让助理你的份交往合约 不想让这个债务影响我们的关系 他看都没看着签了 皆大欢喜 后来他也一点点滴还我钱 我反手就给他更多 我一直以为 我们在两情相悦的谈恋爱 毕竟我没说过包养二字 直到我按计划去海岛度假 让他先求婚后订婚时 他懵逼了 他哆哆嗦嗦地说了句话 这年头 小白脸转正的故事 还真能发生在我身上啊 我气笑了 原来 我把他当老公 他先是把我当女童 然后是富婆金主 这脑回路 又把我创得外焦里嫩 哭笑不得 在朋友们打去 爷鱼的声音里 我抱住了他 次日便压着他 直奔民政局 成功让还在不可置信的 他看到了一个东西 那就是 我的真心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 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